纽约之家 派币超过一千 我说超过一千可能很多人笑我 因为很多人超过一万了 我才有一千个派币 当然我觉得也不少了 如果是十美金的话也一万美金了 那我挖到一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如果一万的话十块钱我也得十万美金了 那我等一等涨到一百万美金的话 我也扣在纽约买套房子的了 所以呢 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在纽约来说就是买套房子 那我也没想着退休啊 所以说有套房子的时候呢 不用交房租了 那随便干点呢 就够吃啊 这时候生活呢 就稳定多了啊 那很多人呢 挖派币呢 抱怨这个派币停产太慢 减败太慢 我没挖的时候 半年以前就很多人叫的要停产 不愿意减败 上次减败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停产 那当然上次是减败 那现在呢 我从我挖开始还没有减败 这个减败呢 他说是租往上线 或者是啊 这个一亿先锋 那那一亿先锋应该是在后面 租往上线应该在前面了 因为今年就要上线了 但今年有亿先锋的可能性呢 不大啊 那为什么减败这个速度这么慢呢 原因很简单 你前期也就是多给你点也就算了 啊 你先挖的就先挖了 你也不是多有能力的人 也不需要的让那个派呢 那个价值那么多 特别贵 让你呢发大财啊 也就是前期后期呢 让他贫富悬殊差不多啊 跟美国的情况差不多啊 甚至跟欧洲的情况差不多啊 那那抱怨呢 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你把人拉进来了 那你把这个形式造成了 那后期你的工作 跟后期的先锋 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了 那最终呢 我认为呢 不是一亿先锋 而是十亿先锋啊 当然他说呢 可能一亿先锋就停产啊 一亿先锋加这个柱网上线 就可以停产 可能停产 但我认为呢 十亿先锋的可能更大 原因很简单 就是人越多 影响力越大 所以说呢 他上了线以后呢 反正能交易了 再让你多挖一点吧 那派也不需要那么值钱 值钱不值钱 反正是项目方呢 是要20% 那那20%肯定是 十亿人的20%肯定赚的多点 一亿人的20%肯定赚的少点 20% 25%我记不太清了 这样算来呢 就找挖 风险大 很多说我找挖了吗 我得了一万个了 你这来的晚的太挖了 一千个 你看我比你多十倍呢 是 这个事实肯定占点便宜 但是 很多早挖的 觉得 哦 我挖了这么长时间了 是不是我在挖点别的啊 很多新项目 他又找了十个八个项目 把精英呢 再耗到别的地去 可能呢 很多项目不成 耗了很多时间 而且呢 把时间耗到别的地去呢 手臂可能守不住 再早卖一点 他反正我币这么多啊 最后算了算去呢 可能还不行 就好像说呢 有人中了这个 一个亿的彩票 过了时间以后呢 生活呢 还不如原来了啊 那原来跟他差不多的呢 人也没中彩票的 到时候生活更好啊 这个 撞到的呢 在初期撞到的这些人呢 他习惯于呢 去撞这个早期的东西 然后呢 最终呢 失败的机会呢 那会增加 那甚至有的时候呢 可能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被骗了 比如说啊 把这个币 花了好多钱 买一些币 抵押挖矿 那当然你挖以太坊 32个币 32个以太坊 产生一个以太坊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 好多加大杠杆的啊 让你这个 一个月翻一番 两个月翻一番啊 那这种的话 那可能很多是骗子 然后呢 就把你的钱骗走了 送一下不见了啊 这个公司一下关门了 这个币突然掉下来 归零了啊 这个 一下成了空气币 这是原来的万分之一啊 然后最后让别人割了韭菜啊 这种情况呢 都会发生 所以说呢 这个找挖的呢 应该把心态呢 放好 不要觉得发了财啊 这个以后呢 还是冒着这种劲儿啊 往前冲 总是尝试新的东西啊 尝试新的东西呢 失败的概率是会比较高的啊 谢谢大家